当你不让我发觉事实的审判 我不懂招待 招待之后 这是2013年 我国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段审讯视频 视频中穿着一件浅灰色Polo衫 外边穿着囚犯统一的黄马甲的人 就是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王淑金 庭审当天 旁厅席上坐满了人 他们个个都凭着呼吸 急切地盯着法庭上的一举一动 生怕漏听一句话 此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杀人犯王淑金 非常冷静 他看着庭上的法官 自己一句地说着自己所犯的罪行 其实早在2007年 王淑金就已经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法院判处了死刑 然而在听到判决之后 王淑金坚决要上诉 他此举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减刑 而是因为有一桩奸杀案也是他犯的 可法院却没有算在他的头上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录像片段 那是2013年的6月25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次就王淑金的奸杀案开庭 这次庭审有200多名陪审员 其中还包括了河北省的人大代表 然而在法庭上竟然出现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面对法官 王淑金一个劲坚称自己才是凶手 甚至还提到了很多案件当中的细节 然而另一边的公检法却都在极力替王淑金辩护 表示他并不是那起案件的凶手 这个场景不由令人啼笑皆非 而这也导致王淑金愤怒地在法庭上大喊 明明人就是我杀的 为什么算在我的头上 从这句话里 能听出王淑金的愤怒 不解 甚至还有对替他承担了法律责任的另一名凶手的愧疚和无奈 可即便王淑金如此撕心裂肺地呐喊 还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最终法院在众人面前否定了王淑金口中所说的真相 认为王淑金与那起奸杀案并没有什么关系 2013年的这场判决中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定是维持原判 之所以会出现法庭上这样的场景 一切都是因为三十面前一个无辜冤死的青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三十面前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河北京县凶杀案 然而凶手被抓没多久 就直接被执行死刑 河北京县一起奸杀案 凶手很快就被抓获 然而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凶手直接被枪决 故事还得从河北省石家中市孔寨村发生的一桩命案说起 1994年8月5日 当地液压建厂的一名女工康兰 在当天下班后无故失踪 康兰的家人非常焦急 四处寻找 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康兰的身影 直到六天之后 才在村头西郊的玉米地里 看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翠绿的玉米地里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阵风吹过 宛如青纱障一般 然而 在这样的美景之下 却掩藏着一具 已经开始腐败的女尸 尸体身上 已经没有衣物遮蔽 经过辨认 这具尸体 就是失踪的康兰 通过对现场的勘察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奸杀案 随即 警方立即开始对周边村民的走访 试图获得一些蛛丝马迹 在走访过程中 警方得知了一条 很可能是关于嫌犯的线索 有村民表示 自从入下一来 附近经常能看到 一个20岁左右的男人 他总是偷偷跟踪 那些上厕所的女性 根据村民的描述 警方还得知 这个男人 骑着一辆蓝色的山地车 有了这条线索后 当地的警方不到一个月 就成功抓到了凶手聂树斌 当时的聂树斌 还不满20岁 而警方之所以认定 他就是凶手 凭借的就是 他的那辆蓝色山地车 聂树斌被抓后的第六天 他就亲口承认了 自己强奸杀人的罪行 随即在1995年3月15日 聂树斌就被 施家庄中院一审判处了死刑 聂树斌被判死刑的消息一处 他的父母根本无法接受 因为聂树斌从小别说杀人 就是杀吃鸡都不敢 他们心中坚信 总有一天真相大白 儿子就能重获自由 然而1995年4月28日这天 聂树斌的父亲 去监狱给儿子送衣服 却被监狱通知 以后不用再来了 因为聂树斌 已经在前一天被执行了死刑 儿子被枪决 却没人通知家属 这让聂树斌的父亲悲愤交加 在聂树斌死后的第二年 就吞咬自杀 好在被及时救下 可他也因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就这样 这一过就是十年 除了聂树斌的父母之外 没有人还记得这起案件 也没有人记得聂树斌 然而这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 令这起案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河北凶案竟然出现一案两凶 背后的真相 却整整迟了十一年的时间 河南省兴阳县 在一次治安排查的行动中 一个名叫王淑金的河北男子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据了解 王淑金从没回国家 即便是过年 而且他一看到警察就神色慌张 显然有问题 随即警方将王淑金带回警局盘查 这才得知 他在1993年到1995年 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居然在河北犯下了六起强奸案 甚至还杀害了四名受害人 负责调查王淑金的郑成岳 立马带着王淑金指认案发现场 其他三起案件进展的都非常顺利 唯独孔寨孙的那起案件 却被告知凶手早已经伏法 一起案件 怎么可能有两个凶手 郑成岳隐隐觉得 聂树斌可能是被冤枉的 于是郑成岳调取了当年康兰案的卷宗 发现整个卷宗当中 没有任何指向性的证据 唯一的依据便是聂树斌的口供 然而口供却是漏洞百出 思考了一番 郑成岳决定帮聂树斌平反 还有一个人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他就是河南商报的马云龙 马云龙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很快引起了轰动 甚至在第二天就由省厅来的专案组 调查这起案件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起案件的真相竟然迟到了十一年 本以为专案组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却没想到竟然不了了之了 在二百欧 面对王淑金的审判中 其余三起监杀案均被起诉 唯独没有康兰案 虽然王淑金一再强调 康兰也是自己杀害的 可法院并没有理会 虽然最终判处了王淑金死刑 却否认了他杀害康兰 这样的结果令郑成岳等人不敢置信 一旦王淑金被执行死刑的 那么聂树斌将在无犯案的可能 于是聂家找到了律师李树庭 希望他能帮忙起诉到最高院 最高院要求李树庭提供当初的判决书 他通过不懈努力 终于从康家手里拿到了 终于最高院受理了此案 然而一等就是七年 这七年中 所有涉及到这起案件中的人备受煎熬 可他们没有因此放弃 2013年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邯郸二审开庭 这次庭审造就了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幕 控辩双方角色互换 杀人犯拼命认罪 可公检法却拼命替他开脱 最终的判决结果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聂树斌的母亲已经心灰意冷 可郑成岳他们不想因此放弃 终于在2014年 这起案件迎来了转折 最高院决定启动异地复查 在调查中发现了一条新的指向王淑金杀人的证据 接着越来越多的黑幕被爆出 就连聂树斌当初的口供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并且根据证据来看 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的事件 经过一年半的调查 决定对聂树斌案重新进行审理 2016年 经过最高检的审判 判定聂树斌无罪 并且给予了聂家268万的赔偿 聂树斌案中 郑成岳他们经历了重重难关 可他们依然为此奋不顾身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类人的存在 才能避免未来再出现这样的悲剧